等一下如果有什麼問題來跟我合作 各位同學大家先入座 下一站講主已經到了 不過有請的聲音 今天因為時間非常非常難受 所以有很多參加營隊的需自沒有特別說 那有機會我們那個副主任會再詳細跟大家講 這邊應該提醒幾個事情 就等一下的事情 那個我們唐鳳正偉的演說 一般課堂上演說 請大家不要直接就拿手機起來拍或者直播 這個因為他們沒有特別跟他詢問 這其實有點侵害權利 然後當時 而且我們這個是國外營 所以請大家也稍微配合一下 不要破壞資訊 唐鳳正偉已經到了 請學員盡快入座 我們要開始接下來的課程 好 各位學員 我們就先那個那個上廁所就陸續進來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還有個事要講 等一下我們這個上課的時候 會大概會上到這個 跟大家談話大概就談到大概50分左右 我們表定的50分 會結束一下 然後我們可以上來一組一組上來拍照 然後請對付來引導 跟我們唐鳳正來拍照 好 那唐鳳正 我想其實不用大家介紹 這個是舉世文明的 這個ID大臣 天才內心大臣 舉世文明 最近也代表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台灣去參加民主公會 那這一次本來設定就是希望 就有外交這個部分 來給我們做一些跟大家的討論 但是你知道嗎 天才是不能給他框架 所以大家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我剛才看到有些問題還是蠻長 是搞笑的吧 問要唐正偉念咒語的那個 好沒關係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事情 我再講一個對唐正偉 太神奇了 我多需要這個能力啊 從小已經很羨負小兵當那個記憶主持 這個能力已經超越了記憶主持的能力 所以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唐鳳正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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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 那我們可以看到上面有27個問題 所以大概沒有辦法 每個都在接下來一個小時 多一點點的時間 那所以就麻煩大家 如果還沒有掃那掃一下 然後投票 那投票數位越高的 也會提到上面 那大概只有票數最高的幾個問題 可能會比較有時間來討論 那如果是比較不方便打字 或者是想要就是舉手的話 那舉手的優先權是高過螢幕上的 所以如果任何時候就是大家想要追問 或者是有什麼想分享 也不一定是問題的話 那就麻煩可以舉手 那舉手的話 這邊有數位麥克風 數位就是不止一位 有三四位麥克風 對 所以大概至少四位麥克風 可以同時發言 那舉手的話 工作人員就會傳一下麥克風過去 那不過當然就是有些問題 通常當那個咒語的或者事情 就會到NFT 這個通常大概舉手是不會問的吧 那就只有放進你的slider來問 那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那就 就是都可以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好 那這個好像是 這個你們 這個年最禮物實際的題目 謝謝 十三位朋友們問說 正恩你好像 請問如果發動戰爭喔 那中國第一肺 台灣走網偶像影片散播喔 他問應該如何回應喔 那不用特別回應 因為沒有幾個人會相信嗎 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事實上是這樣 那 那如果 如果你要問說 這個 你要怎麼樣讓 就是更多人不會相信的話 那也很簡單 大家知道那個疫苗的原理啊 就是 你去把這個病毒的 裡面的mRNA的某一段 然後你換外面的那個 就是雞蛋白嘛 然後 就可以這個形成抗體 所以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們沒事就來低背自己 那所以 就大家看慣了 就是 然後 就是 真的 就是 比較緊張的情況下 上面這個 你看到糖果做什麼 就是啊 那素材啦 哈哈哈哈 所以 因為這個原因 真的 大概 我們科技匯報辦公室 就會 有一個 就是行政院廣告 出來 那裡面就是 看起來 就是糖果在跟你講 一些有的沒的 但是事實上那個就是 低背出來 然後 他就會說 事實上 這個就是完全用我 網路上面的素材 而且也只花了 好像12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那個運算要 是非常低的 就大家在手機 抓完素材 然後去睡覺 然後醒來 然後他就發給你 你昨天自己拍的自拍影片 就跟糖鳳在講的這樣 現在是 其實這個技術 已經非常成熟 跟當年那個 魔戒在拍的時候 要算那個 好幾個小時 或者是好幾天 是不一樣的 現在你如果不是要 微妙微笑的話 那其實 現在大概1小時左右 就可以算到一個 還不錯的狀況 那這個事實 我想是主要 需要先讓大家知道 那最後我們做的方式 就是 開請這個廣告 然後 希望大家知道說 所以我們都可以抵霉 別人的這個情況 已經來臨了 然後我們政府現在 在做什麼 一定會等等 那所以下個禮拜吧 應該就會有這樣子 以致抵霉的影片 希望能看到這個 而已 好 這個指揮刀 其實都是實事題 有八個人問說 這個 政委員好 國民黨最近出了NFT 那民進黨 怎麼樣判斷 是否回應 那如果要回應的話 民進黨應該要出什麼NFT 我是覺得就是NFT 他就是我小時候玩的那種 無法通靈會 就是那種 集幻式卡片遊戲 限量印刷閃卡 什麼東西的 求援卡 這些東西 那差別只是說 執本的時候 你用印刷的基礎 來確保說 我遭到的程度很高 以前容易會發生 那現在是改成用加密技術 來確保說 很容易去驗 這個 所以就有點像 我們今天剛推出來 那個醫療證明 他就用QR Code去取代 小黃卡裡面 蓋的那個帳 可是他不是說 你就不能用紙等了 事實上紙等它 還是比較容易驗的 它只是多一種驗證的方式 所以我並不會覺得說 那就是什麼 就是完全很新鮮的 了不起的東西 他就是把 紙等的收藏品 或者是實體世界的 的收藏品 拿到尋領世界 所以大家就可以先看一下說 那民進黨 之前出過什麼 限量的收藏品 好像什麼 費請夾科 還是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 任何 就是你在實體世界 限量可以收藏的東西 把完全相同的概念 放到那個體上面 那就是成立的 那如果是在實體 是不成立的 那放在網路上面 等等也 未必能夠成立 希望我回答這個問題 好我們終於進入 比較竊題的問題 有期望 朋友們想要問說 他們叫您好 請問台灣文人領軍的可能性 在國防二法通過之後 是台灣國防發展上面 有一個里程碑呢 在這個基礎底下 是不是應該讓文人 擔任國防部長 來改變軍動文化 兩方向 就像美國的不理學大科 擔任國防部長 是以文人的角度思維 用技術策略 其實主要是管理的這個能力 來帶領軍隊 那不過我不想 當然這是很好的一個 切入的一個方向 不過以我的理解 就是我們現在的國安會 是扮演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就它主要是在策略的 戰略的這個制定上面 那不管是 國安會本身的 leadership 或者是 它也會有一些民間的這個滋味 來擔任這個方向的策劃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 目前已經搭配的 至少也會有參與的 比較跟資產相關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已經搭配的還不錯 所以 那其他的部分 因為我參與的講 沒有那麼深 就簡單 具體的回答 所以不好意思 沒有完全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果然會是 一部分已經完成這樣子的功能了 好 那有九位朋友們問說 誒 通過這種 現階段 人生的意義 我覺得人生的意義就是 跟那個就是 迷惘相處 就是跟一種 這個不確定這個要做什麼 不確定有什麼意義的這種感覺相處 那相處越久就越有意義 那我為什麼是這樣子講 就是因為說 我覺得我們的生活當中 尤其是工作的時間當中 很容易就是被產生意義 這樣子一種 drive 所驅動 可以說是 所有的我們平常在上班的時候 或者是在相處的時候 大概都已經是有個 purpose 在那邊 現在就連是說 以盈利為目的 那人家都會問說 好啊 那你對環境 對社會 對治理 有什麼貢獻 所謂ESGO等等 所以大概不管就是 以前就是說 誒 我只是做興趣的啊 什麼之類之類 到最後現在都會被引導 然後說 誒 那你就是要給我看 這個公共的盈利目的等等 那我覺得這都很好 但是 這樣子的一個挑戰 就是說 誒 那我們 這些都是公共的嘛 那自己的就是 人生的這個 其實就很難在這個中間 去做區分 所以 很多人問我說 我時間管理的方法是什麼 那其實我時間管理的方法 就是我如果今天 有八小時的上班時間 那我們大家知道 我用番茄鐘嘛 就是切半小時半小時 所以 我八小時工作的時間 我一定都只拍八顆番茄 就是八顆半小時 也就是四小時 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那意思就是說 我剩下來的 四個小時的時間 我是完全是放空的 就像剛剛是 跟迷惘相處 就是不一定要特別做什麼 這樣的情況 當然 如果中間突然之間 出現緊急的狀況 我被指揮中心徵用 那這樣的話 這個多存在四個小時 就很好用 那但是如果不是 有突發的情況 那至少它可以讓我 三個小時 跟三個小時 充滿意義的工作當中 稍微有一些 所以Riverty 就是 好像一種 宣布的處理 然後可以去想說 那又有什麼創新的東西 可以做的這種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就是 至少保持一半的時間 跟這樣子一種 不特定需要特定的意義 或目的相處 我覺得這個 在人生裡面 現階段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希望能回答這個問題 那有半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鄭偉好 想請問您對於國民黨 有什麼樣子的評價 面對來自中國國民黨 各種有的沒有的批評 是不是有什麼評論 中國國民黨好像對 至少對我是很少有什麼評論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是可能要問 實際上有在立法院的質詢 有被質詢的這些朋友 那因為我是鄭偉人 那鄭偉人是 嚴格來講是院長的目標 所以我們去立法院 就是不受質詢 我們是不上那個被詢牌 那但是就是讓 就是我們蘇院長 在就是打訓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我們一排 鄭偉人 這個跟他別偷玩笑之類 是他的moral 質詢的時候 覺得說這個 很多人在評判這樣子 但是我們並不上去幫他 幫他答辯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很少看到 就是中國國民黨 特別針對哪個政務委員 說什麼 因為我們並不是在 在第一線受到 不管是預算 或者是質詢這樣子 那至於說 這個對於政治 有什麼評價 因為剛剛我們也在行政院裡面 我記得九個政委 一項在我從2011任加入到現在 應該至少有七個是 無黨籍 就是無黨籍站來的絕大多數 那這也不是只有在政務委員這一級 是所有的內閣發團部長 主委加起來 應該是無黨籍人 是大多任何特定黨籍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現在太市有問題 特別想說 做我旁邊的那個 當民政務中政委 是負責我們的新南向 經貿等等 那他跟我一樣 都是 就是從 南英的政府時期 其實就開始跟 新政院合作 他當時應該是經濟部長等等 但是 因為我們沒有黨籍 所以我們是可以 就是非常 continue 就是我們本來在規劃的 在推動的 那就算是換了執政黨 那我們就繼續規劃 繼續推動 那我們跟就是 所謂行政總理這個事務官 是一個 比較穩定的這樣子的存在 那當然 我們提出來 好比像說法律的草案 送到你法院之後 那個時候就開始有 黨派之間的攻防等等 但是至少我們在 draft 就是在寫這些草案的時候 他是可以直接面對事務官 直接面對大眾 但比較不受到這個黨派的限制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在我的工作範圍 好比像說 竟然參與啊 社會創新啊 我的開放政府啊 那這個部分 尤其是開放政府 去民主生化的部分 應該是沒有任何政黨 主要政黨是反對的 那我記得當時 好像是2020年選前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 應該叫Reader 這個媒體 他去調查說 就是韓粉們 然後跟英粉們 那他們在那個大型集會的時候 去抽量調查 然後問說 這個他們最重視的事情 然後以及覺得 對方陣營做得最差 然後自己陣營做得最好的 那後來他們就發現說 這個民主的深化 國際的連結 雙方都覺得是最重要的 而且是 最似乎無分選擇 然後雙方都覺得自己支持的那個才做得好 然後對方做得很差 所以就是說 在performance上面也許是有一些 當然不同的評價 但是對於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就是民主神話國際的連結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差別的 所以在這點上 可以說是在一個就是 partisan free 就是比較沒有黨派政治的這個環境 所以你需要去做自己的工作 好 那 這邊 有一位超寶情人夢 有八位朋友 問說 就在他們您好 請您念一段咒語 請問台灣軍方跟政府部門 是不是有機會提供 我即將入伍 較早的訓練菜單 我看到這個問題 我還真的去查了一下 所以 所謂訓練菜單 意思 意思是像這種 就是第一週做什麼事情 第二週做什麼事情 然後 跟事情有什麼不一樣 什麼之類之類 那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建議 就是 你在新聞上是查得到的 可是在 後備軍人網路服務台 反而是沒有看到 所以 這個 就是 要嘛就是SEO 就是搜尋疫情 這句話沒有做好 要嘛就是 可能就是 沒有 就是 比較好的方式 去讓人看到這件事情 所以 我是覺得這很好的建議 這個我會帶回去 請這個同仁參考 那 當然這個 我也很同意說 這個方式可以讓國人 在明確知道訓練的內容基礎底下 不僅是參與訓練的人才 有信心來建立 那 那 更是提醒 我覺得肯定 應該知道 他們 就是真的 就是在做有意義的訓練 確實高 每一分秒的訓練都充分 運用 不被浪費 這是很好的建議 謝謝 好 那 下一個問題 是關於通信網 有一位白虎 問說 想請問您要怎麼樣子看待台灣的通信網 以及人民對假訊息 或敵方統戰的錯誤資訊的認知 因為台灣屬於密集 但是想體諒的這個國家 那 美的中共勢必只能清淨國力打總戰 但是台灣的內部也充滿著各種分裂跟矛盾 所以暫時應該要怎麼樣 把正確的 這應該是想正確的資訊 用最快的速度送往民眾手邊 並且安定民心 以免內外交困 當然 我很同意 不過就是說 關於這個資訊錯誤認知等等 也不一定是真正是暫時 就是真的在打仗的時候才這樣子 WHO大概兩年前 就已經發明一個字叫做Infodemic 它就是資訊Info 跟Demic就是大流行 那它講的就是說在疫情期間 而且真的不一定是故意的 錯假訊息 很多時候只是 真的是很好行 說什麼 喝個什麼 什麼磁律生水 還是什麼 就可以怎麼樣 對不對 就是說那個分享給你的人 不一定是想要害你 雖然事實上可能是害你 而是說 它是想要表達一種就是關心什麼的 那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那個資訊量非常非常大 然後也都是從我們平常相信的 就是經常好的等等這些傳來 那就很容易造成不單是 教育不安 而且會變成真正意義上面 有意義的 有道理的諮詢 關於疫苗的諮詢 關於口罩的諮詢 關於接觸者追蹤的諮詢 那就會被淹沒 然後就變成是很難傳遞出去 那這個在全世界都是大問題 那當然大家可能這兩年多來 也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諮詢中心 我們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力氣 去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不但說任何時候就是 我們有一個1922的這個公用標示 網站也叫1922 然後那個掃試騙職也叫1922 但是隨時反正你就是想到 任何一個測試你不了解你就打1922 然後就會有一個就是 很有經驗的這個朋友 接通折通電話 然後去跟你詳細的解釋 這個在代裝教學節目 就是明天下午2點 在記者會裡面 這個指揮官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這樣做什麼意思等等 那我去國際中間分享的時候 很多人都認為說 我們一定是有很好的語音辨識軟體 很好的這個機器達入系統 這個很好的這個拿課問的那個資料庫 什麼對話機器啊之類之類 那我就說不是 這個是真的就是專業的 Core Center的這些朋友們 那你當然後面有很好的諮詢系統 但是他就是完全是靠人 那在有同理有傾聽的情況之下 那去了解他實際的狀況 而且如果他所講的那個概念 真的是指揮中心有疏漏 真的沒有想到的 那大家就會完全說 欸24小時之後 不管是粉紅口罩還是彩虹口罩 當然就是立刻就會變成全國性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這兩年多來就是關於物資的 關於訊息的等等這些調度 大概都是不管是口罩還是疫苗還是很多其他事情 都是經歷一段就是非常亂缺 然後非常大的恐慌 然後真的非常多講訊息的晚上 但是就是靠這種最大程度上面提供透明的資訊 跟最大程度上面 讓這些資訊有所謂的 accessibility 即可進行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讓真實資訊的傳播速度 包含那個可愛的風采的圖片等等 讓他傳播的速度 欸慢慢的就比這個 Disinformation 別人都要來的快 那大概都是 大概最多兩三天 這個在這種表演傳播的時候 就會看到 當然建立了這個心靈的抗體 而且在就是大家的協助之下 都有很多好的就是 confer argument 很多好的 反制的論述出現 所以 這整套大概就是 蘇利德南老師 突然話多 它是建立在 不是政府這個設計套 想法 然後for the people 為大家設計 而是with the people 就是跟大家一起設計 那在民間有非常多的高手 可以幫我們去虛無澄清 然後把值得就是 傳播這些東西 但是弄成更好更容易去做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 這套通訊鏈 就像剛剛一開始說的 這個如果有合成這個 總會投降的影片 他不會很相信 那就是因為我們已經有 很好的很綿密的 這樣子一個 諮詢網路 在疫情的過程裡面 已經證明說可以 就是防止 那在戰爭的時候 或所謂平戰轉換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 靠同樣的這樣子一個網絡 好 那有另外一位朋友們問說 這位你好像請問 那如今兩岸的烽火 顯然已經不僅止於軍事對峙 或者是外交交易 在網路媒介跟新聞媒體上面 都可以看到中政府滲透的能力 利用我們所謂假新聞等等 試圖分裂台灣的民心製造 還有人民的恐慌 跟對執政者的不信任 那更甚者可能目的在於 利用這個管道來扶植自身的 在地的代理人 那面對這樣子的情勢 政府是怎麼樣因應 有什麼手段來反制 是不是可以運用科系專長 提供更清晰的解方 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我是把它看作 Indodemic 那也就是說 是用一種傳染病學模型 比較不是一種好像戰術層級的 這個打仗的那種模型 在看這件事情 那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是打仗的那個模型的話 那敵我識別就變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比如像剛剛講到的 親朋好友希望你喝個什麼東西 就可以百度不清 但他真的不一定是你的敵人 他就是也是好像自己中了病毒 只是心靈的病毒嘛 他忍不住就要咳嗽傳染給他們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 還是要做意料追蹤 好比像說2019年底 當時不是有一個說 香港的那些抗爭者 是有人附錢請他們殺警察 殺一個警察 可以領2000萬元 然後有人買了很多iPhone 什麼東西的之類之類 就是有一套 這樣子一種諮詢操弄 那當然這個 這套在一起 香港是完全沒有傳播 因為香港只知道不是這樣子 那但是為什麼2019年底 他們要花那麼多的力氣 去push這個說法 那就是因為他們都有看到說 我們的總統大學顯然香港問題 會是最重要的一個議題 所以要在這個議題變成主要議題之前 就先把香港的抗爭者 把它當作這個報名 還是什麼東西 來做宣傳 那所以後來當然 市場的中心就非常快 那就發現這個假訊息的R值 就是一船10 10船百R等於10的那個情況 顯然是比較高的 那比起同期的所有新的財產訊息 那為什麼他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大家都會透過 不管是趨勢科技的訪詐達人 或者是據領域 台灣臨時政府 或者是真的假的Cofax 或者是MigoPen 或者是Husco 當時還沒有把梅與你買過去 但是就是梅與你這個傳案等等 就是有各種這樣的方式 可以讓大家好像是在 修建廈裡面看到垃圾詐騙邮件 就說我要檢舉他 然後接下來這個詐騙者 他的下一貨獻 就不會到修建廈 而是會到垃圾詐騙資料夾一 有一個所謂的這個OSINT 就是大家分享的這樣一個情資 那所以只要有足夠多人舉報說 現在我們的群組裡 怎麼所有人都在穿 這個有人殺警察在香港 可以賺兩千萬 那這樣子的話 他在市場的中心 可以立刻知道說 他們的力量現在要反饋放在這個上面 趕快去做接觸追蹤等等 所以他們就做溯源 那一次的溯源是溯源到 中央政法委長安檢的微博的帳號 所以還真的就是那邊傳過來的 那照片是路透社的照片 照片沒有什麼問題 那但是就是照片帶來的那個底下的也好 只是說香港的年輕的抗爭者 但是中央政法委那邊就把他 稍微這個便宜了一下 結果就變成了這個一個不實的宣情 那所以我們在技術上面的解決方案 其實就是所謂的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不是把東西下降 因為下降反而讓人很容易說 有一謀論什麼的 而是說確保說 我們裡面的那個MRNA保持沒有問題 但是在外面只是放一個這個無害的這個雞蛋白 我怎麼做呢 就是說那這個你在轉傳的時候 他會說按照市場的這種情歌這個查核 那這個不實的這個caption 這個標題是由中央政法委獨家贊助 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不管你是在Facebook還是在line 還是在其他地方 都會看到這樣子一個狂況 那所以有這樣的狂況的話 它就是產生一個疫苗的作用 看到的人他之後再看到 然後就會先查證不轉傳 因為他發現說真的 Information Medication 資訊操縱 它真的是正在發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大概都是科技沒有錯 但是它不是只是 就是單純的資訊技術 它比較是我們所謂的Social Technology 和Social Innovation 就是關乎大家的事情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參與自己來查證 自己來查核這樣子的一些技術 所以我們當然有涉及非常非常多的 這樣子反制的方法 但是它都是建立 但是大家都可以參與的 而不是說好像行政院來決定 哪些訊息可以上架 哪些訊息下架等等 如果變成行政院自己來決定的話 那人家的攻擊就成功了 因為我們就變成一個專制的體質 那但是我們並不是要這樣做 就好像我們防疫也是靠去 讓大家知道最基本的資訊 而不是說就是很容易讓大家 防疫疲發的這些去封城 或者是怎樣 我們這邊當然不是這樣的處理 好 那有另外一位朋友問說 想知道唐鳳老師在工作疲憊的時候 有沒有哪些休閒娛樂 我休閒娛樂大概就是Troll Hugging 這個很擁抱小白 那擁抱來亂的 應該這樣講吧 就是說我會在網路上面去找說 有哪些人正在就是 以我的名字或者是影像 來當作素材來當作再次的創作 對 然後很多是一些人生攻擊等等 那但是就是說這些人生攻擊 我就抱歧了欣賞的態度 啊沈默還可以這樣講這樣 但是在裡面有的時候還真的就是有一些是 我看到之後覺得這個真的是不錯 是很好的建議等等 那所以其實我們每次重大政策推出來的時候 大概都會有很多這種就是大部分是嘲諷 但是裡面是有一些有價值的建議的事情 像當時那個口罩地圖剛推出的時候 在有發這個號碼牌的藥局 就發現口罩地圖不准 那這個情況下 就是靠這個網路上很多 那種潮熱風的這個三民們 來告訴我們真的確實有這樣的情況 或者是說它的口罩的分布在偏向 可能不是很友善 因為雖然它在地圖中的確定性 但是它要花很久的時間 才真的能夠亂打別人等等 所以它事實上是反映我們 這樣子的一些實際的問題 只是它是包裝在就是 一大堆這個name calling 就是一堆這個侮辱性質 或修辱性質的這個文字的中間這樣子 那所以我的興趣就是去回應 而且是專門就有建設性的那幾個字回應 然後旁邊的都假裝沒有看到這樣子 那但是在網路上這樣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會讓大家發現說 我只有在做出真正有抑鬱的回應 而且分享我個人實際的經驗的時候 那唐鳳就被召喚了 所以後來大家都學到說 其實你就可能不需要這個慢慢的唐鳳 中間只要有一個就是具體的建議 那唐鳳就直接會被召喚出來的 所以像當時那個口罩什麼 護臺灣駐世界就是說 有人他家裡已經有口罩了 他很久沒有領配額 他想要把沒有領的配額能夠去捐助 到全世界的這些需要的人 到遠處的德國 那當時也是我就這樣被召喚出來 那召喚之後我們真的寫了這個功能 然後大家沒有多久就 有好像700萬片口罩 是靠大家的健保塊一通按壓 這樣子送出去的 然後有一半的人要具名 所以說不定你要做NFT 這個也可以做NFT 表示這個我有送口罩出去 那另外一半的人匿名 所以開放資料裡面找不到他們的名字 那但是這個情況下 這個真的是所謂良善循環 善的循環 因為所有收到的這些人都知道 所以不是只是我們的總統或者外交部長 想要給他們這些援助 而是說真的有名有信的 這個氣派文片後面的這些台灣人 真的願意給他們這些援助 所以後來當然我們就有這個 巡迴很多疫苗啊什麼東西的 但是這個情況我覺得是最好的情況 就是我們去在網路上面 可以看到那種畫這個悲憤或者畫這個酸啊 為力量 那這個大概是我的興趣 所以也可以說我下班的興趣還是在工作啊 可以是可以這樣子說 Japan們問說 唐花浩翰想請問對於斷交的骨骸效應 我不確定有沒有骨骸效應 那您對於台灣的外交困境的發展 有沒有什麼創新的想法啊 呃大家可能知道我在加入那個沒有多久啊 應該2017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聯合國的日內晚的那邊 呃大概做的事情就是他們的 有一個忘記網路之理論點嘛 那時候有邀我 但是我也發現到說 因為他是在聯合國的那個大樓裡面 如果我要進去的話 我就要出事可能台報證還是什麼 我沒有台報證可以出事 所以我就會進不去 那那樣子的話那個邀請就有點浪費了 還是覺得很可惜 那所以當時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就安排了一個方式 是讓我們的 呃就是一些國外的 也外國國籍的朋友 那就弄了一台機器人 因為機器人不用驗護照嘛 因為這些機器人護照 那所以 機器人連兩秒護照都不用驗 雖然因為他不會承認 所以 呃他就直接這個放到 就是前面然後就連線到台灣 然後我就開始彰化 那那一次是蠻有意思的 因為 就是中共駐聯合國的朋友 有在 呃 那一個會場裡面 那按照某號決議 就是他如果該不走我們 他自己就得走嘛 那但是 呃 他也沒有禮場 我也沒有禮場 那所以 就兩個都在那邊 而且兩個人的發言都列入幾路 所以是一個蠻 蠻新的一個嘗試 那後來當然他們主張說 就是所有人都是在看電影而已 那不過這個電影是 就是0.02秒以前拍的 我也算是電影啦 但是 後來他們想到某種方式 發言過去 那但是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欸他就 產生一個外交先例嘛 所以後來我在很多 聯合國周邊的會議啊 場合啊等等 大概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不過 我很快就發現說 那個就是有一個輪子 會動的機器人很難搖空 所以我後來的做法 大概都是透過一個 那個夾具喔 就是 欸像這邊是一個旋轉椅嘛 就是夾在這個旋轉椅的椅背上面 頭這樣子 那我旁邊的那一位 這個外國朋友 那就是誰發言 就趕快的頭 這樣子轉過去 因為我第一次在日內瓦 那一次的時候 是那個 就是中共那個代表 不是舉手抗議嗎 那 就是我為了 假設他在那邊舉手抗議 我的表示尊重 我就想要轉過去 結果就是 因為他那個是鏡像 所以我就變成轉過去 那時候完全不看他 就是 找到另外一個方向 所以有點沒禮貌 所以 無論如何就是 後來就有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那後來人家也 就是 沒有辦法說什麼 然後 在很多 周邊的會議都是 這樣的方式參加 那當時當然覺得很衝心啊 那但是當然到了 疫情的這兩年 所有人都這個 十六比九的一個方格嘛 那 大概就已經沒有那麼長聽了 可是 那就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就是 在以前就是 我如果說要視訊回應 那其實我很難碰到 我的 counterpart 就是部長啊 政委啊 這個狀態 因為 因為他們年紀很多都比較長 那他們年輕的時候 有視訊過 然後覺得 見面三分清 視訊到客我一分清 他們不喜歡視訊 嚴格打電話 打電話還要兩分清 對 那所以呢 我如果要約視訊 都只能 約到他們的 就是 類似我們的局部長 的這個level而已 那但是 到了疫情 他們真的沒辦法 就被迫把毛利的那個 快取 稍微清一清 那你們就發現說 欸真的 現在的視訊 因為見面 要戴口罩 剩兩分清 那視訊也有兩分清 他們覺得 可以接受 這樣子 對那所以後來 就在過去兩年多 大概真的就碰到了非常多 不管是國會議員啊 還是部長們啊 等等那 就是因為有就是 互相加聯絡方式嘛 所以就很容易 所以他們想到 欸這個題目應該為交啊 怎樣 那我就立刻就被call進去 因為 所以他們想開一個視訊 會議完全沒有成分 而且 反正中共也不可能來抗議 也沒有辦法辯護照 但是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 很好的working relationship 那 以前的這種relationship 都真的 大概都是根據處長這個level 那在這兩年 真的就很多都是 部長 或者是議員的 就是國會議員的這個level 所以我覺得這是 就是這兩年滿好的一個契機啦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大家才發現說 欸 台灣的故事只有在防疫上面 當然剛剛 很多人提到的 在家學習危害的防治上面啊等等啊 那都把我們形容成 所以你做寶庫啊 你做這個金礦啊 什麼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個 看起來還是會繼續下去 所以其實這兩年還不錯的一個成果啊 好 那有七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那台灣的資安問題平傳啊 那政府系統啊 常常會被大批的害客攻擊啊 那他有沒有相關的因應的措施啊 或者主動出擊的機會啊 有的 我們現在的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就是要 不要等人來害我們 我們要自己 自己害自己 就是所謂白毛駭客 的這件事情 所謂白毛駭客 就是說他找到的東西 說會告訴你的叫白毛駭客 不告訴你叫黑毛駭客啊 那所以在台灣我們現在花了 比較多的時間去培養白毛駭客 這個 Penetration Testing啊 或者是就是更多的 所謂的紅隊 所謂聯合演練 就是說 不是只有防守方的技術 而是攻擊方的這個經驗 可以跟防守方交錯演練 那讓防守方知道 說攻擊方的思維到底是怎麼樣 那這樣才能夠設計一個縱深 就是他就算打進來也沒有辦法 很想扣散等等 所以我們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去做就是跟白毛駭客社群的 這樣子的關係 那當然之後這個 書發部成立 那關於自然的部分 不但有這個專職的單位啊 然後演訓院研究院 等等這些單位 那也應該會更多的 有這方面的預算 去確保說就是大型的資訊系統 在證據之前 都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可以讓白毛駭客來做 像我自己在加入那個 就是2016年的實驗 那我一進來做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技術上面的 就是在我們的政府的 內部的私有雲裡面 去重編那個Linux 然後去確保說 我們可以跑一個自然軟體 叫Sandstorm殺菌雲 但就像大家想要 就是一起寫文章 像現在不是都用Google Doc 或者是分享試算表啊 或者是一些聊天城市啊 Dropbox等等 但是這些城市 但是跑在政府自己的內部的 這個系統裡面 或是外部的系統裡面 那後來我們就去找DevCore 然後還有基輔中心 去做這樣子白毛駭客的滲透測試 那做了一陣子 那DevCore也真的找到三個問題等等 那大家都測了沒有問題 我們才上線 那我們可以這樣做的其中的原因 是因為Sandstorm它是開放原始碼的城市 所以雖然不是我們寫的 但是每一行城市 我們都可以去請這些白毛駭客 就是用攻擊者的角度來看 那後來就一些 包含我們的上輪自駕車的這個測試廠啊 很多的系統都透過這樣子 要開放式 找很多白毛駭客的朋友 來做貢獻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文化 大概就會持續下去 然後確保說就是 大家看到任何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的是說 那回報的話 他不會被抓起來 而且是很容易會可以跟 就是部長啊 或者政委啊 或者是總統啊 分享他的這個工作的成果 是會被當作這個英雄這樣子的看待 那這個我想是非常重要 好 那有一位隊員他想要反攻大陸 他就先說一下 好 他說終於好 面對這個中共的資訊戰 台灣有沒有可能資訊這樣回去 我們可以有什麼樣子的戰略 有非常好的問題 那當然 正面有幾個層面 那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先講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制度本身 就是我們可以保障言論自由 以及機會解釋自由 行為自由的情況下 還可以防疫 那這個其實就已經是一個 一個反攻 一個反擊的資訊戰 因為這兩年人家這個 這個在就是北京當局的 Narrative一直都是說 這是沒有辦法兩全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人權跟這個健康權 你只能選一個 那他們選了健康權 所以人權就無視掉了 但是呢他們就清零了 所以是很有效的 然後的反感 那當然他們就一直這樣講 但不是只是他自己這樣子 他也跟國外這樣子講 那我們對外講的就是說 可是你把這些就是 基本的資訊啊 人權啊 新聞採訪記者 都拿掉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 當發現一些新的事情 說你要很久才知道 或者你知道 都是一些不喜不保 報喜不保的東西 那 最好的例子就是 林文亮一時他的訊息 沒有多久就傳到台灣 24小時就讓我們指 就是 對所有武漢來班 記得有登記建議 2020年1月1號就開始 但是在那個時候 他的訊息完全傳不到 武漢的其他人 那事實上還被和諧掉 那所以 不管是他們幾千人 幾吃飯等等 那都變成是 就是 就是好像 他本來可以救武漢人的 但是就沒有辦法 拯救武漢人的情況 那 所以你說這樣子的一種 反向的 其實不能叫諮詢展 反向的narrative 反向的論述 那事實上是很有效的 那像當時這個 林文亮被和諧的時候 他不是寫說 這個能 然後明白嗎 就是說他能夠不再傳播 他明白這個 他已經被和諧了 這樣 那 所以後來他們的那邊 就是在網路上面 就出現什麼 不能不明白的 這種hashtag 那就是他們自己對於 將自己看觀光的論述 實際上是很不舒服的 這個情況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就是我們繼續去做到 這樣子一種 就是沒有大幅度的限制 大家的人權跟自由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把就是 不管防疫還是 可以把訊息給他 可以做到某個程度 他本身就是一種反攻的一種行為 特別是在國際的場域上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主要的戰略 那大家如果看到 我跟外國的朋友 特別是來台的一些 國際的議員等等 國會議員在分享的時候 大概都是從這個角度去切入 就是說 那你還是可以防疫 還是可以處理諮詢戰 但是你不用變成 好像中共說 就是你要有效 就是你要變成的那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就是 緊急的反擊 現在看到這個問題 好 那有大陸朋友問說 鄭委您好 請問您出生的時候 一句話 不是說這個 Hello World 那給你少一個驚嘆好 那給你的驚嘆好 那給你的驚嘆好 那有七位朋友問說 鄭委 下個月是不是準備好 要當第一線 數位發展部長 我看起來像可以任命自己嗎 好 那所以這個問題 應該是去問 有任命權的朋友 不是忘我的 那有六位朋友想要問說 鄭委您好 請問怎麼樣看待 所謂星座這個東西 認為它是不是有依據 它當然有依據 就是每個星座 它大概都可以追溯到 然後就是第一個 開始談論這個星座的一些 經典的文獻啊等等 那當然星座是有依據的 不過 星座它也是完全是 人所定義的東西 所以 其實星星是 大概是真的吧 就是至少在天上 可以看得到的一些 光點的方位 但是你要怎麼把它連起來 完全是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創作的東西 所以 因為我之前常常講說 對我來講 這個 在大學裡面分學系啊 宣門啊 因為我沒有那個 我高中或大學 我沒有經驗過那個分組 所以我腦裡 並沒有一個說 好像人類的知識體系 它必須要是用 什麼管理學院 什麼文學院 什麼禮組 什麼東西去分啊 那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 我有一個研究的 性學院 研究的方向 像剛剛講的 怎麼樣在促進大家 互信的情況之下 在網路上面 可以快速的 成績下去 加上 我想要研究這個方向 那我不會管說 它旁邊到底是 現在叫做設計 還是叫做社會學 還是叫做哲學 還是叫做自通訊 還是叫做什麼東西 那而是說 跟它相關的這些 研究成果 反正是要關鍵字 對 我都會去追這些 然後到最後 就形成一套 一套模特兒 那這套模特兒 旁邊碰到這些 心情 不管它本來的 什麼學問 反正就自己趴著眼前 就變成自己的一個 一個星座 所以我為之都很相信 所謂的PBL 就是Purpose Based Learning 就是當你有一件事情 要做的時候 那尤其是 第一個 就前面的問題講的 就是你有一個 很懸浮的注意力 就是不要被 擋在任何一個 特定的學問 或者學系裡面 那個Purpose理念的時候 就很容易找到 就是天空上 真正你要去那個方向 雖然旁邊 並沒有什麼既定的星座 但是旁邊 組成的這些星星 就可以自己去 給它一個名字 然後就說 這個是叫做 Tile Model 等等 所以我覺得 它本來的這些 分法一定得了余區 但是你 畫出自己 新的星座的時候 你也可以給它一個 依據 先讓我回到這個問題 好 那有六位朋友們問說 聖委您好 那我想請問 如果兩岸陷入戰爭 會指派擔任台灣最高總司令 那請問會採取哪些步驟 來抵禦中國的攻擊 我們這要看實際的狀況 對不對 我很難就是 在假設性問題完全沒有脈絡的情況下 去回答 那大家 這個 應該在這個 裡面 也會玩到 這個 有點像那個 就是Steam上面 一個叫Democracy 的這個遊戲 那個我真的很喜歡玩 所以我會看到 那個介面好像差不多的 一個正經兵隊 的那個 一個遊戲 所以 就算就是 不在這個影片 我也很歡迎大家 多玩Democracy 那個遊戲 它真的是 蠻好的 去讓大家 能夠看到說 重點可能 不一定是哪些 步驟 因為 你碰到那個挑戰的形式 會決定你的可行的路徑 那如果你一開始 就是想說 我有步驟一步驟 有步驟三 你執行到步驟二 的時候情況已經變化了 你本來的步驟三 根本就是執行不下去 那 所以我自己所看這種事情 那一項大概就只有兩個 一個是說 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生命經驗等等 怎麼樣很快的 讓全國的 對於某個特定的議題 可以快速凝聚一些 基本共同的價值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有些共同的價值 那某些創新能夠更好的 來實踐這些價值 怎麼讓這個創新增幅 怎麼讓它擴散 那擴散之後 大家有一些新的體驗 又會凝聚出新的價值 然後又會有新的創新 又凝聚又發展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所以一次凝聚跟發展 中間的那個時間 叫一次疊代 一次 所以這個疊代 時間怎麼樣 盡量讓它縮短 像剛剛講到 周圍中心 一角二等等 都是24小時為周期疊代 有可能更遠 有可能24分鐘 就疊代 那這個是有在一個事情 但是我不會特別覺得說 在這個收斂發展 收斂發展的框架裡面 我有哪些特定的事情 要Push 大概是用這樣的討論 來實際上 所以這個玩Democracy 大概就可以知道 我在講什麼 所以可能就很多玩 都在啊哈 Democracy三個初的時候 就是我快要加入那個時候 當時我在Github上面 有發佈一個MOD 就是使用一個自定模組 就是當時把那個國發會 台灣的狀況全部都建模 然後就變成 在Democracy三裡面 可以選台灣的一個使用者 自定模組 那當時是2016年 那大家對於台灣的那個狀況 還沒有像現在 什麼比較有信心 當時很流行 什麼鬼道啊 什麼路可不來啊 什麼之類的那種講法 但是當我用Democracy三的那個 建模語言 去把就是國發會 跟主席總署 實際的狀況 全部Key進去的時候 我發現我就是 怎麼玩都不會輸 他的基本面非常強 那當然可能是因為我建模 過於樂觀 我就過發會數字 過於樂觀 但是 事實上就是其實 從2016年的那些數字 看起來 台灣其實在一個非常好的基礎上面 那 我們這兩年當然也就是有一種 Vindicate 就是有一種 對嘛 果然是當時 2016年的時候 從這個 林全院長開始 所做的這些一些 結構性的東西 真的是滿不錯的 那現在也可以看到說 慢慢的都在開發結構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 那有另外一位朋友們問說 應該要怎麼樣提升 國人對於國軍的信心呢 我會一直是覺得 信心或者是信任關係 它必須要來自於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Iteration 迭代的縮短 就是大家經驗 有共同經驗的那個頻率 所以如果就是 大家對於國軍的 然後感覺都是很抽象的 那腦裡都還沒有 清掉了很多快取的話 那基本上那個信心是很困難的 因為大家是 希望是填在過去的 其實印象裡面 但是不管是透過像 這種就是保衛戰的 對呀 或者是透過就是 第一線的去跟 國軍相關的一些 失誤去相處啊 或者是說 透過 知道 看那個 國際求財事2啊 或者是 就是某些方式啦 去去提醒大家說 實際就是 國軍他發的 怎麼樣的作用 而且大家可以 怎麼樣的去參與 那我一直相信說 只要每個人 能夠找到一些參與的方法 那 腦裡面的快取 就可以清得比較快 那大概清到 某個程度 當你實際知道 實際的狀況的時候 那你的建議 就比較容易是有效的建議 那有效的建議 如果剛好有碰到 可以增幅的那種契機的話 那這個時候 無形才真的能夠建立 因為這是 無形是雙向的啊 就是 如果國軍可以 信任大家提出一些 好的點子 像剛剛的那個 較早的訓練的菜單 應該要在網頁上公布 等等的話 那如果 因為這個他們後來也聽了 也覺得 是可行的 等等 那這樣他們 互信才有建立得清楚 那不然的話 如果只有單向一邊去 對另外一邊有信心 那另外一邊 完全沒有Feedback的話 那是比較 接近盲信或狂信 那樣的狀況 那就比較不妙 所以 我一直覺得說 就是 還是讓中間這個字 也來加快 這個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 那有六位朋友們問說 他們認為 我覺得說 台灣有沒有被武統的可能性 當然你如果要講可能性的話 那你只要過多了好像兩億年吧 對不對 那個台灣還起來又會消失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那大家知道 我就是 有人問我說 這個 什麼台灣是什麼 判離的島嶼 什麼時候 我就說 那是新時期時代的事情 那 當然就是說 你時間等得夠久 各種可能性都會發生嘛 對 那但是我覺得 與其是說 那你長得夠久 或者說 一個非常低的可能性 那不如就像剛剛講到 多玩一些這種兵費 然後 focus在它實際 比較可能發生的 那些狀態裡面 就是 可能不一定是武統 但是絕對可能是 認識空間的重鎖 對不對 那認識空間重鎖 這個就是 人家已經在做的事情 那這個就 比起說去想 一個非常抽象的 或者是 非常 其實可能性不高的 那個 scenario 的場景 那我覺得是 比較好運用大家的 時間的方法 所以 我覺得還是先要知道 就是 不管是小規模的 或者是 哪些代表 相當的認識空間的 這個重新定義 是 人家已經在做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是 去確保說 它不會繼續蔓延 那即使是 我們防堵住了 他們目前的做法 他們被迫必須要變種 那也一定要變種成 就是 比較 不會入侵到肺部的變種 什麼之類的 就是 我還是完全 那些事實上 全面並且的角度 在看這樣子的認識空間 創作 我們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有五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欸 高中文你好 我想詢問的是 目前國人 在對於接受資訊的情況的時候 能在資訊正確或不正確的部分 來去傳遞或靠到評論 想詢問台灣應該要怎麼 在資訊這樣傳遞的部分 什麼防備 什麼應用 確保讓國人能夠正確去分辨 資訊的重要性 甚至是包含媒體 跟網路傳播的觀念上面 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身上也有專門的網站 在回答這個問題 它叫做 所以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多看 就是媒體素養教育資源網 那也就是說 對我來講 就是 公共衛生之於疫情 那就是這個新聞工作 之於資訊者 所以也就是說 唯一對我來講 唯一有效的治本的方法 就是每個人都掌握成為自媒體 以及就是新聞工作 特別是 就是探索式的 這種調查式的報導 調查報導的能力 因為 只要有這樣調查報導的能力 大概就比較不會被 就是一時的 就是某一個看起來很可怕的照片 然後配一張 就是很可怕的標題等等 絕取 你會知道說 這個也是素材而已 那個也是素材而已 然後素材你要怎麼樣去評量它 怎麼確保說 每一個事實性的乘數 至少有兩個度 一個消息來源 怎麼樣去做事實查核等等 這些都是新聞工作的最基本的東西 但是因為現在 不是說只有三個電視台可以選 然後可以看我們資訊的首門人 沒有沒有這件事 每個人都可以拿起手機 立刻就開台 立刻就直播 所以每個人都要當自己的首門人 那這個情況下 基本上就是每個人都應該要有 就是基本的媒體素養 那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 就是媒體素養 教育資源網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們有安排很多 國衛充 甚至是國小的學生 那他們就會 好比像說 在總統候選人 正在一面辯論的時候 他們就一面 有的打助資料 有人拿這些助資料去做搜尋 然後去確保說 這三個候選人 這樣的跟事實不一樣的地方 那立刻就可以對FiveChamp起來 而且 立刻大家在直播的時候 就看到在底下 他就 那如果我是一個小學生 或中學生 這個我可以 立刻就FiveChamp 總統候選人的話 那我就比較不會 被他的話術所迷惑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多去 規劃這樣子的一些 合作的一些場域 那確保說 大家都可以就是投入 這方面的新聞工作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好 那有五位朋友們問說 我想知道這個 唐鳳王目前有沒有什麼 工作上面最想解決 但是困難重重的問題 我觀察其實還蠻好的 就是因為我的工作的方向 大概都是大家 剛剛講到就是部分打開 都同意的這些方向 所以目前大概並沒有碰到 什麼結構上面出來 就是沒有辦法解決的這些問題 那當然還是有些挑戰 不是沒有挑戰 然後比如說像最近的就是阿尼康變種 那當然我們就立刻就 好像那種飛機要自己起的一樣 就是突然之間就是要接到說 我們至少每天要達到 這個20萬劑疫苗嘛 昨天好像40萬了嘛 那這樣子的話才有可能把 R值就是重新控下來 靠第三季疫苗的覆蓋率等等 所以就是說有時候就會 這個臨時接到像這樣子 新的寢室出現 就有新的想要做的事情 那像2020年2月的時候 事實上1月中的時候 我們接到是說要一瞬間 讓75%的人賣得到口罩 戴得起口罩 那接下來是要把什麼 疫調的那個時間 從24小時要縮得到24分鐘 那再接下來是說 要7成5個人至少打一劑疫苗等等等等 那這些都不是我自己定的KPI 都是按照當時 事實上也不是公衛學者定的KPI 應該嚴格來講 是病毒幫我們定的KPI 所以那個病毒的特性 他會決定我們這個階段要做什麼 那我的工作大概就是確保說 第一個大家在非常短時間 可以了解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那第二個說 了解到重要性的時候 有人想出創新的方法 能夠快速達標的話 那當然就你心裡來啊 你的想法立刻就變成 就是我們智慧中心的 很多技術技術的來源 所以雖然困難重重 但是 是靠群眾外包啊 這個方式來解決的 所以 我覺得 重包就是 Cross-Sourcing 是解決這種困難問題的 一個非常好用的方法 好 那有五位朋友們問說 政委你們好像請問 政委都是怎麼排解煩惱 有些人排解煩惱的方式是 暴哭 有些人是這個 暴吃 那我是暴睡 但是不是所有睡 不是 不是軍報睡 不是國衆 你也是不好意思 那 是 就是 就立刻到 我就睡了 那剛才這個 幾年人有說 就是我大概有 比較 困難的工作的時候 我都是睡前 我把各方的資料都看完 然後就 完全不夠鬧鐘 然後就睡到自然一醒 通常都是睡八個多小時 那如果有時候真的很困難 我就要加班 要睡到九個多小時 那 如果 如果是真的就是很困難的 像有一次我去看一部電影叫天能 那個真的很複雜 那我看的時候完全不了解 就是去感覺它 然後據說那個電影要站開 然後看完之後 我就睡了十個多小時 十個多小時 欸 就醒來 everything makes sense 非常的清楚 對 就是 在夢裡這個排列組 對 那所以就是說 對我來講 其實真的蠻重要的 就是要給自己 完全不被打斷的時間 睡眠的意思就是 連自己都不打斷自己的一段時間 那這段時間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如果 呃 沒有睡夠的話 大概也沒有辦法排解煩惱 但是我隨時有感覺到 有煩惱啊 這個有焦慮啊 博理心啊 隨便怎麼樣啊 反正就先去睡 那 所以睡起來之後大概就好了 所以 如果我就是某天晚上 真的沒有睡到八小時的話 那我大概就是 中午一定會 不管六加二啊 五加三啊 怎麼樣 但一定會補傷啊 那這樣的情況下 才能夠確保說 像現在大家 這個問題 我真的可以全身關注 就是想這個問題 而不被什麼 昨天的事情 或今天的事情 答案 那這個都是充分休息 才能夠走得到啊 希望看到這個問題 好 有四位朋友 這個問外交組的一個問題 就說 請問這晚出席 拜登政府的身上民主峰會 因為 引用把它跟中國 顏色掉不同的地圖 導致畫面被消失 是不是所謂的 技術問題所致 這邊可以先 先實際來看一下 這個地圖 不是這個版本的地圖 等一下啊 嗯 是這個版本的 左邊的地圖 好 對 那 也就是說 如果大家有去 回去看直播的話 我秀出這張地圖 這是我的第一份檢報 然後 後面我就講了 大概 好像六分多鐘吧 大概講到 就是這張 然後就 完全沒有發生任何 技術問題 也沒有中斷 好 然後之後就是其他的方案 好像 拉脫亞總統啊等等 就是很多 看到我的發言 那他們也都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那所以 只過了大概二十分鐘 從我秀出這張地圖 過了二十分鐘左右 那等到我秀第二張地圖 就這個時候 那才出現了所謂的 這個畫面中的這個情況 那不過這張地圖 也沒有什麼正式性 實際上就是Google地圖 上面是那個PM2.5的濃度啊 就是空洩人 那張地圖 所以你要問我說 這個 我是不是因為地圖的關係 可以看 我會坦白說 不相信 因為這張地圖也好 或者是前面第一張地圖也好 應該都 都就是沒有什麼 就是主權相關的一個題目 那 在就是 我秀這張地圖 就是到我最後結語的 那兩分半鐘之前 那對方的基礎人有問 說這個 你有沒有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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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要分享簡報等等 那我就說 原詞 我也要好 那用的是那個 Zoom 當然我們是在一個 就是完整的 這個跟公務部 聯網的機器上等等 使用Zoom 那後來我就發現說 那我的 就是它好像是在 期待我分享我的影片 那但是我其實並不是分享我的影片 我是透過一個叫OPS Open Broadcast Software的系統 直接把這個地圖 封進我的鏡頭 也就是說 我的頭像 直接改成這張地圖 然後後面翻我的頭 那 所以 我不確定是不是 因為它是在等 等我按存學 那我就一直沒有按存學 那所以那兩分半鐘 我就念完了 但是我的這個 鏡頭的部分 就沒有出去 那所以 你問我是不是 這個技術問題 我覺得確實有可能是技術問題 因為它跟第一張地圖隔了二十分鐘 而且 中間只有這兩分多鐘 而且 另外一個支持 我覺得是技術問題的原因 是因為 這個節目一結束 我就跟那個技術員講說 剛才那個畫面好像沒有出來 然後我就說 那我自己有一個 Local Recording 就是我自己有錄完整的一份 那可不可以 就是交給你 他說可以啊 當然 那所以我就 嗯 直接上傳 然後也把連結交給 就是國務院 然後因為已經半夜了 很晚我就去學 那 學了好像也是九個小時 好像很久 然後 然後我爬起來的時候 國務院的民主峰會的官網上面 就出現了那個連結 就是 就是 就是有點到 完整的畫面 我自己上傳的 那個Local Recording的段落 那到 那個時候 路透社都還沒有 報導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 那件事情過去 講得很清楚 這樣子 那當然後來 大家就看到路透社的報導 然後就 有人來問我說 那我是不是 稿子沒有給啊 錢包沒有給啊 那我也很公開的時候 那我稿子都有給 錢包的事情都有給 如果你去看他的那個 中文口譯的那個頻道的話 可以知道 口譯完全是按照我的稿子 在念 包含我國啊 什麼這些詞 他都沒有打包 我說是也不要這樣子 那所以 這個情況下 我就只能說 我感謝路透社 因為本來 我的那個Local Recording 我自己偷啊等等 大概只有 好像三千多人看 我就覺得 還算蠻多的 但路透那個你出來 包含我的Twitter 什麼 只有二十萬人看 在第一篇之間 這所謂的史萃散效應 就是說 當你看到說 人家要和諧掉唐鳳 那他一定有講 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為什麼要和諧掉他 所以就回去看 那所以我想那個地圖 就深植人心了 就是非常多的新聞媒體 後來已經不只二十萬 好像四五十萬個的PayPal 而且還是直接到我的帳號看 那如果是 就是其他的新聞媒體平台放送 那大概就是 一定是上千萬了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 還不錯 這個 可以說是 讓很多 本來不一定有注意 我的訊息是什麼 的朋友 真的有注意到這個訊息 但是女網網說 是不是這麼操作不當造成 還真的有可能是 這麼操作不當造成 大概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有十三號朋友問說 怎麼樣才能夠進到 我的看公司工作 那我們 我們事實上 就是有標準談的 我們有一個見習生的這個計畫 如果你是大學生研究生的話 它叫做Ray 所以只要這個 到這個Ray的這個計畫 來報名 我們應該很快又要招生了 那你需要什麼呢 就是你需要有 你看不順眼的政府網站嗎 或者是數位服務嗎 對 不管是這個 什麼公託登記 報名 健保看網路 註冊 山林悠遊網 什麼之類之類 那不管你是學什麼科系的 其實科系真的不重要 就是只要能夠 具體講得出來 你看政府的什麼 數位服務不少 然後以及這個 能夠去 聽得懂其他也不少的朋友們 不少到底在哪裡 你就可以自己做出一個 就是 怎麼講 就是所謂的fork 就是一個分支吧 就是包含你看 這個厲害關系人的談點 它的 裡面的每個單位啊等等 然後使用者的旅程 他要 就是約公託的時候 他的心情怎麼樣 使用者有哪些類型等等 那這些分析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大概要做哪些事情 然後就開始 畫這個空架圖啊 然後來試作啊等等 那如果最後做出一個 讓大家都覺得 滿同意的事情的話 那他們下一期 再去外包 再去找廠商的時候 就會用你的spec 就是你的設計圖 來當作這個外包的朋友 就是廠商需要 對立法的東西 所以在我們辦公室 大概不是自己一下去寫程式 這個幾乎是比較少 但是是很容易就是 第一線的基本使用者放開的時候 告訴寫程式的朋友說 那他應該要怎麼樣子來運作啊 那有12個朋友們說 這個slido 這個換IP刷在這可行的啊 那是不是有什麼方式啊 當然是有方式的啊 那因為像我們自己在 就是公布門 我們得有開放政府聯絡人的一套系統 那我們每個月都會投票 那我們投票的時候呢 就不會是像這種 就是可以是完全匿名的 我們也先用slido 但是我們會在大家實際來開會之前 有投票權的人 每個人都發一個網址 那那個網址是 他有專用的token 那不管他這個token 複製給多少人 那後面的票 都會蓋掉前面的票 那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確保是一人贏票的這樣的情況 那今天沒有特別做這個 沒有這個事前 就是寄一堂 48分token給大家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如果你刷在 然後我覺得 刷在這個題目 就是沒有需要特別的回應 或者是 像剛剛那個咒語 念完了就算了 那到最後 我還是可以就是 念完就算了吧 所以就是說 大家這邊取得 agenda setting power 就是設定疫情的權利 但它並不是說 好像這個列在疫情上面 我就一定要這個 有求必贏啊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這種局處裡 稍微弱一點的情況呢 我也要大家看一個 可能覺得不做 實聯驗證 或實聯驗證 是還OK的 但是當我們實際要做 民主決策的時候 我們至少會做實聯驗證 就是確保說 就是每個人 是用手機門號 或者是用手機門號 來驗證 雖然你也可以去申請 這個五千的 手機門號 但是這個洗錢 或幾分公司很快 就會轉上來了 所以其實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這樣我回答有些個問題 好 那有新聞朋友們問說 各位您好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您最近的書單 這個歡迎到博客來 我其他賣書的網站 然後找龐鳳推薦 對 所以我有事沒事就會推薦一些書 最新的好像是一個叫頓 末日 那是一個Ferguson 一個歷史學家寫的 他在講的就是 對於這種系統性的危機 包括流行病等等 那怎麼樣去確保說 大家可以像剛剛講的是 建招拆收的這種做法 而不是說好像 本來寫好的劇本 過度的準備 步驟一二三四 但後來病毒變種 就什麼都 沒有辦法處理這個情況 那他也有訪談我 那也專門為台灣 有一個序 我是覺得他寫得蠻不錯的 好 那 有 這個好像 連時間快到了 連是這個我要回答完 不然對手挑過 那個 是因為我們問說 匹利卡,匹利拉拉,波波利拉,貝貝魯 不 這個應該是屬於發育詞吧 相近 對於各者 大力推行台北通的看法 因為台北通的模式對於台灣的公民社會有沒有哪些風險 再討好一點問題 像我自己跟台北通的互動 有一次就是簡訊實驗室的那一次 是我比較在技術層面有跟台北通的團隊互動過 大家可能都知道簡訊實驗室的設計 它有一個目的就是店家完全不知道一個小記號碼 而且電信公司完全不知道那家店家是幹嘛的 所以它等於雙方都只有一半的資訊 那只有你有全部的資訊 那當醫療人員也要取得全部的資訊的時候 他取得的這個過程是有一個反向的紀錄的 那這個事實上是我民主公會主要分享的一個project 就是SMS-1922 那你到SMS-1922你不但可以看到說 30天前應該28天前 就是大家掃了800多萬字 那也可以看到說實際醫療人員 我們可以看到在最近沒多久 這邊就從前三代萬跳到1500萬 所以醫療人最近非常密集的在我這個女士電池的這個資料庫 那但是我要講的是說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寫韓台北通 那意思就是什麼呢 就是台北通事實上是第六大電信 就是你如果是用台北通來掃的話 它不會去任何一家電信公司 而是就到了台北通的資料庫裡面 那為什麼這樣子呢 就是因為當時他們發現說 有一些朋友它是漫遊的門號 比方說AT&T podcast什麼 那它是來台灣 但它手機還是用國外的 而那一家電信公司那個是國外的 根本就不認得1922 所以當你傳簡訊的時候 根本就傳不出去 所以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有某些人想要用 但它的門號是國外不能用 所以當時我就跟他們說 那不如你就有一個可以 忘記網路存放的地方 但是我也在錄影裡面特別說 但是如果你就是 事實上是有國內門號的話 我是比較推薦你用這個電信公司的 那所以是一個算是比較橫平的 就是說有些人它就是沒有辦法 那這樣台北通是一個另外的選擇 那是當時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我覺得後來這個就變成一個 norm 就是說中央要制定一個 就是地方要使用的時候 它要注重的一些事情 好比像說假設台北通未來 這個你的PDF的那個疫苗護照 的那個疫苗接種證明 那它要把那個PDF存在台北通裡面 那它就要先答應說 那它這樣子沉進去 就好像你的手機照相一樣 那它不能上傳雲端 不能夠放到它的後端去 那它要是不能就是答應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還是比較建議大家 就PDF自己通來相簿裡面 或打開PDF出來 就好不一定要拿台北通來做載據等等 那所以如果中央不是有一個很明確的 norm 就是哪些地方可以用 哪些地方可以用 哪些地方比較不適合用 要用的時候要注意說 他們要這個有被遺忘權 或剛才講 然後各自保護的機制的話 那完全就是靠地方 按照他們覺得怎麼樣可行 怎麼樣去做 當然是也可以說是有些探索的這些能力 但是到最後就會變成是因為戶籍在某個地方 工作在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住的又在另外一個地方的人 其實在台灣是非常多的 就會變成是好像我們在國內 都要好像跨境傳輸一樣 去處理這樣子各種不同的Data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作為信息探索 我覺得可能有一定的價值 那作為解決它沒有國內門號的人的一個 類似一個替用方案 我覺得也有一定的價值 但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個大家 真的能夠省力 而且留安心 而不是省力而不安心 或者是安心而特別費力的這樣的情況 那當作大家都覺得 這個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那這樣的話 地方可能不包含台北通的這些APP 或者這些載據 那就必須要是由公民社會所同意的地方 來監督它是怎樣的使用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隔平的狀態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時間是不是已經到了 那我們就回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唐豐振委 我想大家應該很溢溢的位置 那之前我們在參加那個唐豐振委的一些 座談或委託的時候也是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跟過去比較傳統的方法就是一樣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又請這個我們的這個 吳豐振委呢 來頒發我們的感謝獎 我先簡單講幾句 前面有提了一些言言 我其實聽完才有很多感想 但是我相信大家也都是 但是我發現 真正最重要的感想就是 那節省大家實際 就一點 我發現天才跟凡人的差別 就是他可以專心的睡覺 我連睡覺都會驚醒 所以我沒有辦法整理那些東西 所以我希望好好學這一點事情 謝謝 謝謝 也需要是安眠藥 好請看我這裡喔 來 好我們再一張 好謝謝 好謝謝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請各主來 這邊測就可以 不用全部測 測幾個人 第一 我先停在那邊 我先停在那邊 不再等一下喔 我們會再停一陣牌